在開始新年影片之前呢 先打開你的CC字幕 這樣會比較好的觀看體驗喔 話說呢 除夕到初五的更新 就在這一支影片畫下了 據點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從除夕更新以來的影片 都還沒有好好的跟大家說新年快樂 在這邊跟大家講一聲 新年快樂 嗨 大家好 我是SIGGUS S YO 今天這支影片呢 單純跟大家講一下 除夕到初五 這一段時間 更新的一些 狀態跟過程 說真的這一次啊 立下這個約定說要更新 六天 真的 很累 很累 適逢過年嘛 也不是可以好好休息的狀態 除夕大掃除 我要邊剪片邊大掃除 小年夜那一天呢 因為 臨時不用加班 突然空下來了 就進度 反而 沒有很認真在跑 然後初一 那一天 一整天也都在剪影片 初二呢 就去小棠親戚家 初三睡醒之後 去我外婆家吃飯 晚上朋友又來 所以其實 這一整個過年呢 我幾乎除了睡覺時間 跟吃飯時間之外 也都是在電腦前面度過的 總而言之這整個過年真的是超忙的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把PS4打開過 然後明天 就要開始上班了 結果論來講 從死歸從死 但真的太累了 然後 從以前到現在就是這樣啦 只要我開始認真更新 訂閱就會掉 過年這段期間 大概 雖然很少啦 但是也是掉了 二十幾個訂閱 然後沒有一支影片破錢 覺得有點可惜 還滿開心 還是有這麼多人 願意來看我的影片 然後留言跟我互動 其實開始上班之後 會變比較忙 所以有沒有時間繼續日更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 最近想要走一個新的方向 拍一個 所謂的 一分鐘系列 就是每一支影片只有一分鐘 然後那一分鐘 我可能會 想辦法要把一件事情講完 或是想辦法要把一件事情做完 之類的 一個企劃 具體內容還在想要怎麼執行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如果之後要日更的話 可能一到五都是一分鐘影片 然後六日就會是 時間比較長的影片 這是一個新的期許啦 畢竟 給自己下了一個目標是 年底破十萬訂閱的話 那我覺得 總是要做一點付出 那有人可能會講說 為什麼不做一個大企劃就好 大企劃就是花錢 花時間 可是 以現在的演算法來看 如果不 穩定更新的話 其實 系統 可能很難把你推出去 而且去年就已經證明了 更新量越來越少 觀眾也會越來越少這件事情 不管怎麼樣呢 高品 低質量 我覺得是我之後 會去走的一個方向的目標 之後可能 大家如果 看到一分鐘系列出來的話 再 給一些建議說到底 有什麼地方需要改進這樣 最後就是 想問一下大家 過年期間看我的影片 還開心嗎 哈哈哈哈 這支影片大概就是這樣 跟大家講一下 之後的狀況 跟過年期間的境況 那希望 這一年 就是 頻道 走開 妹妹 希望這一年頻道可以 越來越成長 然後也 謝謝大家一直都 不離不棄 這好像每次都會講 非常謝謝大家 希望新的一年呢 大家也都可以持續的 在關注我的頻道 然後 我也會盡量更新 不要讓大家忘記我的 謝謝大家 過年期間 都有來看我的影片 那我是一個次 掰掰 新年 新年 新年快樂